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四马一要错 找我干什么 我说 你小子 胆也太大了吧 怎么了 我告诉你啊 你是最好别惨糊 你要是惨糊进来 今天是连你一起抓 打你一个同谋罪 今天我们抓他的原因 是破坏肿媒的友谊 带着 你们干吗 你们干 陆聪 二哥 你先回家 陆聪 大人你呢 大人 大哥 陆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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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 因为对做得的 开始了 三 throat 走 觉悲jat 好 好 开始了 好词呢 说不定 她在哪儿喝酒呢 李继 来 好了 咱们不要等她了 行行 那你们吃吧 切蛋糕 来来来 切蛋糕来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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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 到那个拿榻上的管子 看看罗聪在不在那儿 我叫你去哪儿 我有一个提音 我们大家来跳舞好不好 好 来来来来来来 你好 大领 对 你 对 我说你 要不拼命 你 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的家庭真可爱怎么样 好 我的家庭真可爱 张姐妹满油安康 兄弟姐妹很和气 父亲母亲都慈祥 虽然没有后花园 春来就会长飘香 虽然没有后平堂 冬天温暖夏天亮 来啦 来啦 在这儿抽奖啦 抽奖啦 开始抽奖啦 抽奖啦 十六号 十六号啊 十六号 看看谁啊 十六号 我 我以为我九十一号了 没有九十一号 你怎么那么笨呀 这个是你的 什么啊 什么啊 巧克力 巧克力 下一个 下一个 给我们 下一个 下一个看好了啊 二十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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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 是我是不是二十三号 好 好 恭喜你 谢谢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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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号 三号 三号是我 我这个这个这个 我是三号 我是三号啊 这个很合适你的 拿去吧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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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再 好 薛阿姨再见 下三号 大家听我说 我有一个提议 我们今天玩偷宵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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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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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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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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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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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吃奶油栗子粉 那是比你逼的做的 我快饿死了 我总烦死我妈妈了 吃吧 听一说 快来陪爸爸跳舞呀 好 您是我的事 您还是逼的事 对 妈 什么 热素被抓了 舒服 舒服吧 嗯 妈做的奶油栗子粉是最好吃的 以后啊 您一定要教会我怎么做 嗯 这晚会都快散了 你下楼送了客人吧 不用了 都是熟人 大小姐 怎么能这么没礼貌呀 啊 你不去我去 真的不用了妈 我们之间没有这么客气的 对对对 不用客气的 嗯 哎呀 若葱这孩子也哪儿去了 都快十一点了 我早上不跟他说过 今天晚上你生日 让他早点回来吗 你刚刚说他干嘛去了 嗯 他打篮球去了 不 篮球赛 篮球赛 这都什么时辰呢 早该比完了吧 他们跟北平中学的比 打完了之后 还在参观我们学校呢 哦 对对对舅妈 若冰 你们学校也太大了 又是健身房 又图书馆 参观还能好长时间呢 妈 你吃完你们 赶紧洗洗睡吧啊 我去学校找着她 真不用 这事还用得着你们妈 抖书去不就行了吗 对对对 我叫她啊 抖书 谁呀 杰力是我 开门呢 你拿着这个 我把她的家伙训练 你会在那里 你怎么把她的家伙训练 你都会在那里 很快 你怎么让她的家伙训练 你会在那里 你怎么会在那里 我齐心力 怎么样 大小姐 道 道叔 你去接若葱 不行啊 听说见两天 那边门禁森严 别说我了 谁也进不去啊 不会的 不会的 进得去 进得去 您说我们需要 您哪次没进去 再说哪个校警不认识您啊 肯定能进去 没问题 不行 这两天警察还打人呢 哪次没进去 让您去 您又去 我明白了 快去吧 好好好 这是怎么了呀 若霜呢 她去送同学去了 齐叔叔 要不然 你再要一个电话吧 对啊 爸 再要一个电话呗 你们刚才不是都看到了吗 我打了几次电话 都说不在家 大杨妈她胡说八道 她是故意不接电话的 不是 我说你这个老同学的脑子 怎么不开窍啊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人家的意思是 请您老人家 亲自登门拜访 明白吗 爸 妈 您看您累的呀 这凌妈要是忙不过来呢 您就再请个厅差的 别每天自己受累瞎操心 哎呀 你以为你妈爱操心呢 你看你爸成天在外边 那么累 你弟从小又逃 我能不操心吗 舅妈 那若葱淘气 我还是您给惯的 就是 燕燕 你不知道 要不是若葱 小学时候得过那场病 我不可能 试试都依着她的 都怪那个体育先生 怎么了 哎呀 若葱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啊 他有个同班同学 掉了个铅笔盒 那二百五的体育先生 不分青红皂白 硬说是若葱偷的 为这 他当众打了若葱 手心一巴掌 这好 若葱气的呀 得一场大病 不吃饭 肚子鼓得老大老大的 你就和我 把他送去谢院长那看病 那谢院长说呀 嗯 这孩子最好三天不要复泄 要复泄了 就只能领情高明了 啊 那后来呢 后来的 转过天就复泄了 一见他拉肚子 我这耳朵啊 就哗哗哗哗的响 好像有把大扫帚 不停的在那扫地似的 啊 那那若葱那病怎么治好的呀 后来得亏有一个中医 把他病治好了 可我这耳朵 就落下病根子了 这有什么事吧 就要老是哗哗哗的 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 你看这说着说着吧 就开始哗哗响了 啊 没事 一会儿就过去的 你别着急就嘛 嗯 爸呢 我睡了 高兹他我睡了 长官 祖阴他 就在这儿你别管了 爸 这件事情不关若葱的事 是有几个老美调戏班上的同学 若葱只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这儿有你什么事 睡觉去 爸 我让你睡觉去 长官 长官 你看看 我能管吗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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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要 你们别着急 你们别着急 我现在去看看 祖阴啊 祖阴啊 雅秋 若葱是不是 出什么事了 没事 你别瞒我 没事 咱们回家吧 快点回去吧 走走走走走 走一 怎么了 不好办哪 他连这点小忙都不帮 不是他不帮 是贵公子捅的娄子太大了 什么娄子 盟军司令部提出交涉 他捅什么娄子了 他现在在哪儿呢 居留所 雅秋 哥哥 雅秋 先回家吧 先回家吧 来 妈 您好些了吗 雅秋啊 你血压太高了 医生要你一定要好好休息 把心静下来 小果子 你去找下小果子 好了 好了 我会的 去呀 你们好好照顾妈妈 没事吧 等我回来 妈 妈头还昏吗 嗯 干什么 这么晚 谁 你干什么去 你呀 你了 思雨 你了 不错 你了 你了 不错 你了 不错 你了 啊 你了 干什么呀 664 喊什么 嫌几株旅馆去 我个儿大 借你们 哥几个 到点儿起来撒尿了 你要准点儿 大力道 走 走 我睡觉看什么呢 看戏 有什么好看的 来 睡觉睡觉 都几点了 你这次干嘛呢 赶快去睡觉 莉莉怎么了 谁知道她 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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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地了 龙哥 她不对 妈 莉莉怎么了 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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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unism levar 不 死 全 瑉莉 嗯 等一下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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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啊 啊 他在哪儿 嗯 嗯 哎 他要是真开气的话 让他今天就把款子全都提出来 啊 让那个相好的 今天飞一趟重庆 啊 那就这样吧 哎呀 哎呀 你那相奇的脸我真讨厌 讨厌 我告诉你 他很可爱 可爱 我是老总 我们太是司马若葱 不行 说不能见就不能见 干嘛呀你 什么干嘛呀 你没见我俩在这待了半天了啊 听不懂我说的话是吗 凭什么不行啊 老总 麻烦您帮我忙吧 司马若葱啊是我弟弟 您呢 就高抬归手 不行 出去 你好 你好你好 请问王军有何贵干啊 肯为我的朋友 您的朋友 哪位 司马若葱 哦 那么 这两位 我 我的朋友 哦 这件事交给我办 马上就办 马上就办 什么人呢 狗腿子 我 你没事了 哎呦 谢谢 谢谢 812 我也没事了 想得美 走 若葱 若葱 你怎么来了 若葱 你这头怎么了 I'm really sorry 我爱又跑路摘银 你因为布朗塞作了牢 我为她这样的美国众人 感到羞愧 来吧 红瑞 这不是你的罪 你不必感到羞愧 你还好吗 对 我还好 姐 看你这头 没事 陆聪 爸让你一定要沉住起 他会向爸爸救你的 爸爸都快急死了 好了 别说爸爸了 说妈妈吧 他是不是都快急死了 妈妈没事吧 姐 弟弟跟你赔故事了 把你的生日盘铁搞砸了 弟弟答应 等我出去之后 在七十里给你办一个更大的 你就吹吧 你有钱吗 有啊 哪来的 我把小车卖了不就有钱了吗 去你的 什么时候来还开玩笑 好 好啦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其实吧 坐牢也是一种 算是一种人生经历嘛 你知不知道 跟我住在一起的什么人都有 强奸犯 强盗小偷 还有混混 对了 你们听说过那个 文明京城的相识案吗 就是那个 把自己老婆给杀了那个 你知不知道 她就住在我的隔壁里了 是吗 我听说她家财万贯 太太长得也好看 可就是 闺蜜心窍的 和一个慧绝拼头板在一起 可不是嘛 然后她的太太就发现了 发现了之后 就把那个小车当场也抓住了 没想到这个人把她太太 给大些八块 然后抓到箱子里面 哎呦 我真是 惨不理 爸 好了姐 你们回去吧 放心吧 我没事 啊 报告 带我回去吧 哎 九桶 三万 胡了 哎呦 文青自摸一条龙啊 哎呀 长官你的手机太好了 别供外汪 给钱吧 哎 哎 周晏 我连坐啊 你这次去重庆 也是立了功的啊 哎 你知道吗 重庆和天津的金价差得很多啊 你这么一捣手 一买一卖 啊 啊 新哲兄啊 啊 若葱的事 你看 你放心吧 有官方面正向文军司令部协调 用不了多久 你就能见到你的宝贝儿子了 啊 多谢新哲兄 用不着谢我 要谢你就谢谢老长官 啊 这次要不是我们老长官疏通有官方面 出面进行协调 这件事我还真不好办呢 哎 对了 我老长官最近手头有点紧 也是急需 想让咱们凑五百根条子 五百根 对 你从银行的金库里提嘛 来 我连装是吧 连装 祖爷 这事要办成了 咱们俩都有好处啊 这次重庆倒的黄金 老长官对你不保吧 你那老乡好早瞎飞机了 这会该到了 他来了会跟你详细汇报情况 啊 呦 悄悄到了 哎 特派员 你怎么不来接我呀 重庆那位老长官可真够仗义的 不多不少 正好二十根金条 能 这根金条 可是老长官赏给我的哟 怎么 舍不得给我呀 要么 是您嫌他给的太少 我老长官最近手头有点紧 你到底怎么了 脱衣服 想让咱们凑五百根条子 我叫你脱衣服听见没有 脱 亲爱的 您平时都对我那么温柔 可从来没这样对过我呀 您是不是喝的 啊 啊 喂 打搅了 刚得到一个好消息 不得不打搅你 经过老长官和有官方面的协调 好 盟军司令幕决定明天上午 帮你们家宝贝儿子若送回家 足夷啊 那个宝贝儿子回家以后 一定要让他汲取这次教训啊 如果不是老长官出面 那这次起码也得判他几年啊 这确实是有关破坏中美之间的友谊啊 祖岩啊 为了报答老长官 那五百根条子 你得赶紧凑齐啊 这五百根 祖岩 祖岩 出来了 他 他怎么没来啊 谁 明嘉宁啊 他 老爷 伯父 回家 好 回家 回家喽 你瘦了 饿了吧 妈 好了吗 好了啦 你不要嚷嚷啦 这样会影响妈妈构思的 瞧你说的 做个奶油栗子粉还有什么构思啊 那当然啦 做什么事情都是需要构思的 看书呢 你在看什么书啊 不让你看 让姐姐看看 不让你看 让我看看嘛 不让你看嘛 不让你看嘛 没看出来啊 清粉世家 张恨水的延期小说啊 看看 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主 若霜 你怎么能看这种书啊 我告诉你啊 我们两个可都不懂政治 不要碰它 千万不要碰 我没有搞政治 我只是浏览一下而已嘛 浏览也不行 烧掉它 你还给我 还给我 还给我 不行 干嘛你要当秦始皇啊你 我警告你 你们俩吵什么呢 谁让我做秦始皇 他 他 李妈 李妈 若霜回来了 若霜 姐 姐姐 姐 没事吧 没事 冲啊 妈 想我了吧 你吃饭去 走 莉莉 莉莉呢 先吃饭 莉莉 莉莉我回来了 我先吃饭去 莉莉 莉莉 莉莉呢 莉莉莉 啊 莉莉死了 什么 她被人毒死了 卉莉 莉莉 莉莉 莉莉莉 莉莉叭 目 莉莉莉 莉莉莉莉 你真是我的天亮 我的唯一天亮 好演的 我爱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少爷 吃早饭了 少爷 好嘞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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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厨 来 入厨 还想那事呢 我这儿有窝头 尝一尝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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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812吗 随便 出来了 摆什么臭架子 不认识我了812 我有名字 我不叫812 这小王八蛋 一块蹲个耗子 不认识我了 骂谁呢 我他妈骂你呢 我 慢点 哪儿的 什么哪儿的 河东的 教堂后的 我不明白你说什么 不明白 不明白今儿哥哥是我 让你明白明白 哥几个上 我 下 下 下 回来 给我回来 大哥 我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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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嫌老做得不够 你看 你看他那不在乎的样子 做老什么都没学会 就学会一身流气 爸子跟你说话 你是笼子还是哑巴 不 若葱 你说话呀 爸子跟你说话呢 爸子跟你说话呢 回来 若葱啊 你看 你看 你怎么说话呢 给我吃的呀 天员你想吓死我呀 讨厌 给若葱值的 这这这 那你到底给谁值的吗 快说呀 我就不告诉你 你有男朋友了 我什么事情都告诉你 你什么事情都不告诉我 你快说快说快说 这是谁想死我 是我们学校的还是外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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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丫头 你的男朋友悦悦你去什么地方呀 去一个审慎的地方 我可告诉你啊 遛马路可以搞别的可千万不可以 哎呀我知道了 千万别介入政治嘛 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来 同学们 说一说读书心得 季先生 我读过那个白猫女的剧本 我觉得非常感人 好 你说一说心得 杨白老冒着风雪躲债回家和喜儿过年 当他知道地主的狗腿子没有在追债的时候 他就拿出了一个红头绳给喜儿戴上 这段戏特别的温馨感人 有人情味还有妇女之爱 突然剧情骤变 杨白老被迫到黄世仁家里 被狗腿子强行在卖身器上摁下了手印 卖掉了自己的女儿 杨白老为什么会死 他是被谁害死的 他是被身上压着的三座大山给害死的 他是被这个人吃人的社会给害死的 我觉得我们太阳读书社 应该排这个歌剧给同学们看 给广大老百姓看 这是我们的社会责任 不过这个戏在那边演得太红了 我们演他恐怕当局通不过 那就改个剧名嘛 那叫香女愿怎么样 那叫香女愿怎么样 不愿意和圆分短 无奈和两笔散 无奈和人离去 隔海相骨目眼 呼唤着你名字 不管有多遥远 你是否能听见 我一直在身边 往日清静浮现 仿佛回到从前 笑着泪洒心间 呼唤着你名字 不管有多遥远 你是否能听见 我一直在身边 多想时光倒转 回忆重演 在世前沿 作词 李宗盛 呼唤着你名字 呼唤有多遥远 你是否能听见 我一直在身边 多想时光倒转 回忆重演 在世前沿 多想时光倒转 回忆重演 在世前沿 再世前沿 编音声 弑音声 通編